大家好 我是小施 今天很高興 邀請Panman來和大家聊聊天 試完他推出了一隻黑膠碟 由尾那裏播放上頭 可能是華語音樂史上第一隻 由內圈播到外圈的黑膠碟 不過他也有個真的在慢 叫做回望過去向前推進 Look back to move forward 今天就特地承邀了 九龍灣聲望音 向全新裝修好的Show Room 來去招呼你這次的訪問活動 而且找來這個SME的60周年版本 黑膠唱盤 再加上Zetone的一個座地喇叭 連同YS Sound的前級 那你估計加上這裏多少錢呢 不用了 其實很簡單 五百多萬去招呼你 應該都可以了 差不多了 真的很好 多謝你找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盤應該買了一架車 給你放一次針 你應該甘心無闊 好啊 多謝 交給你和大家聽幾首歌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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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允许 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 却口不停 当我想的不再想 情愿了我不能量 话题暂时我还要不及认证 Pam 你的碟子很棒 我从封面至到碟子的概念 我一直有跟进 而我亦很棒 今天收到我入手的碟子 特意Pam留一支0076给我的 这支碟子在封面 以至这支碟子的播放方法 其实都很新穎 在我这个年纪来说 我都很少听有支碟 是从尾尾撥上去的 不如由这支碟子为何会游来 这支碟游来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看 这支碟子的频道 包括Post 76 然后就学到有什么反转播 其实有原因 你越少的乐器 你的细节越少 内容 然后你播放的时候 那支碟子在内圈 就没有那么容易跳线 背部旁 就是由一句话很少乐器 一句雨声风声开始 然后就去到初歌很多乐器 另外一边FWARD SIDE 就是F SIDE 就是相反 三个字 就是最多乐器 风富的东西 风富的东西放在外面 但是在中间的圆圈 就是在第二细节 那个圈 其实你小时候 那些匹歌 其实都会放在第二第三首 这个我也是前辈的经验 所以第二首歌 BARROT AND FORREST 就是最多乐器 最吵的一首歌 Joy哥的吉他 加我把声 最后不提爱你 再说明这首歌不是一首漂亮的碟 不是纯粹一首歌 如果觉得漂亮的也可以 很客观的 然后呢 其实四个是我自己写的新的創作 四个新歌 一句话 然后就有我终于明白 BARROT SIDE 另外一个就是一三个字 BARROT AND FORREST 其实这些碟很奇蹟 因为 当然时间短就不代表粗制蓝组 我们也有想过 亦都时间长不代表一定好 又真的不是这么说的 时间长可以不搞事 每个人都好 我们当时也有想过 这些碟应该是今年出 还是明年才出 8月是HIFI展 8月的影音展 如果我8月上出 我就骗他们 说我7月30日就要 因为8月4日就是HIFI展 对吧 然后我就和那个 所以要八个星期的印碟 所以我就要在6月的时候 然后已经做了所有音乐 包括混音和MASTER 其实很顺利 真的可以在6月3、4日 就传了一个MASTER 但是为什么会等到9月才出呢 很有趣的 原来呢 外国人听广东话 是不好听的 是 所以第一个 就是他们觉得不好听 他们会觉得不好听 广东话 有一粒粒字 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如果大家听到英文 他们会把他们的字连在一起 日文、英文 就算国语 那些字连在一起 很好听 所以他就很好心地 那个叫Daniel 他就帮我把字连在一起 他帮你把字连在一起 对 那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把高音的Fuquence 就剪掉 把字可以削到顶部 就不会那么一直直 就变成低音那一阵 就连在一起 对了 那你们听出来 但是我们广东话的人 听出来 就好像瓷利筋 你可以吧 甚至可以撇我 全部都是卷利的资料 就是变少了 那些一样顿菜 但就没有了 是的 虽然可能在Hi-Fi展出那天 可能销量会很好 但是我不想大家买完一只碟回去之后 就生气了 所以我就宁愿迟些 9月才出 学了去写了个网络 就是www.pamjohn.com 又自己写的 是的 很方便 都挺漂亮的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歌曲放上去买 有个FLAC档 是一个鹿金生版本 是的 虽然是黑胶 亦都说不放上串流 但是 注 其实你听黑胶 是有黑胶的味道 但是你听串流 亦都听到清楚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两个媒体 大家都值得听 都应该要买 是的 重点是 因为我今次只出黑胶 首先我真的觉得黑胶市场的听众 他们真的会坐在那里听歌 为什么我不放上串流平台 就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听歌 真的太容易了 是的 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养成一个 花一点时间去听歌的习惯 真正享受那个音乐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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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有少少材料可以在那里爆 是吗 你敢不敢听 当然要敢听 其实除了我之外 就是我封面的画作的作者 是的 其实他接下来都会有一个黑胶的项目 会出现的 他的封面是有一个故事的 是的 其实这里才是一幅完整的画作 是 是的 这幅画作的作者就是 王冠宗先生 是的 Paul哥就负责这个 封面的画 封面的艺术作品 封面的画作 我也知道Paul哥其实有很多画 然后突然想哭 然后有一天 有一天我跟Paul哥说 即是那一天 我说Paul哥我出碟了 如果我出碟是否真的可以要你这张画 然后我就说我准备出碟 他说真的吗 其实不仅是这张画的 其实他本身想画给我的 哦 画过一张画的给你 是的 他想听了一些歌 再用我一些歌 再去画一张画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是的 所以就给你这张画 是的 然后他给了很多张画的选择 哦 他有说过封面很重要 放在唱片铺 你看看是很相当的 一看就看到你的碟 所以他就选了几张画 给我选择 就觉得相当相当的 是的 后来我又再给朋友去投票 我另外三位监制 我们四个是2比2 我们最后分了两张画 后来我很民主 我打算叫多个朋友 我也是选择了这张 我就再叫多个朋友 很民主 也是选择了这张 后来也是这张 其实这张内纸也非常特别 这个设计是你搞的 说明书 我就算买一个遥控 我都会看说明书 都会看说明书 到暗制都会明白 即是估计不到 因为喜欢看说明书 现代人都很少见 是的 我这个真的是跟着洗衣机的说明书 写的 除了是里面有一个很长尽的说明书之外 是的 歌词的部分就是这里 是的 我的设计师真的很好 他说你的歌词呢 不如就这样 然后我问 那些人怎么看 是的 但其实他都说 都很少人会看 是的 这个碟很有趣 我本身有一个监制的监制 A他叫Jacky Yu 那我就 一要自己出碟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找他 找了Boogie Playboys的Berry Tam 因为他有一个很漂亮的绿音室 就是我整个碟制作的 另外我一定要有的就是Hey Joe Hey Joe Tril的Hey Joe仔 同一样都是G字头 就是Gary Tom的成员 所以我做音乐一定要有他 G字头 那我们就四个人 困在Sudo五天 Bad Rockside的初歌 是我监制Jacky Yu 其实初歌呢 是回望着我的career 就是我的工作的过去 就是大家可以笑我 可以撇我 但是你不要笑我 因为我不是一个初歌 这也是回望过去的意思 然后到Forest Side的歌 三个字 其实三个字就是告诉你 你愿意放下 向前走 那就没有问题了 其实三个字是哪三个字 三个字除了15分钟之外 我听完整首歌 我都想想想 这三个字是什么三个字 其实那三个字就是不重要 哦 其实本身这首歌叫不重要 所有也无所谓 就是你觉得自己身边 就是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其实你放下 你将自己的宿世再放回大体 其实土耳焦 火耳焦 不断就是说 其实每天都有天灾人火 每天都有山火 每天都有水灾 其实人家很大件事 都还要向前走 所以我们身边的小事 其实是真的不重要的 所以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向前走的感觉 就是你看我现在都这么开心 接着在这首碟身边 出现的人都这么开心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世界现在很欢迎的时候 你真的买一碟放在家 是旺的 买一碟放在家 可能你会更开心 是的 亦都很开心 这首碟出现了三个星期 我真的卖了几个唱盘 那些买的朋友 他们真的很想看这首碟是怎样播 我亦都在这儿给大家一些意见 刚刚才那七十多万就合理了 我就是想说 你一不做二不休 机器这些东西 你买一个最好的回来 是的 即是最合心意的回来 那你就可以用久一点 就不用换 这些都是散枝而已 是的 但是呢 那个重点就是说 这首碟其实呢 虽然Pak没有说到 什么不发烧 但是其实规格都发烧 因为是45转 还有180克 今天很开心 终于我都可以和Pam聊天 老实说 可能大家会觉得 今次这个聊天 或者这个节目 为何这么晚才来 因为呢 我也想好好和Pam聊天 这么久以来认识了她 其实去年在影音箭见过她 已经答应了她 是的 你出碟一定会帮你去 是的 很多谢你找了 找了星王这个地方 我觉得真的很对 还有最后呢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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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位置 有一个位置 可以放在这里 完美 好耶 哈哈哈哈 大家来到星王 可以看看她的唱本阵 非常的可量 非常多谢Pam的时间 樱乐 亦很开心就和他谈之后 了解这片之类 的点滴 我呢 今天又alu deck了 0076 回去慢慢听了 如果您看建议 也想和Pam谈 ärke 他都可以留言 роде ắn 远 territory 拜拜